大家好,我是林姐妹 欢迎大家再次回来跟我们一起研讨本周的来跟从我 本周来跟从我的进度是在纳红书 哈巴谷书跟西方亚书 那你有看到我没有写Part 1 因为这个礼拜的研读的资料比较少 所以我们只会有一个影片 好,那在谈今天的内容时呢 我也还是要谈谈我今天去圣殿的感觉 今天我在圣殿的时候呢 我有一个很特别的感觉 就是坐在我旁边的那位姐妹 她就会很紧张 所以我看她很多的时候 我们需要做一些动作的时候 她都不断的练习 不断的做什么 甚至我们在穿该穿的礼袍里面的东西的时候呢 她也很紧张就会一直在那边比划 然后因为她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她也很nice 所以我就跟她趁着这种可以讲话的一个空档 我就说其实圣殿里面的很多的东西是很有逻辑的 虽然我们不是用逻辑来思考福音 可是很多的事情对我来说是很有逻辑的 比方说该做什么样的动作 她其实是有一种逻辑的顺序 或是呢,该穿什么样的衣服 或是该穿在哪里 对我来说,我都觉得她很有逻辑 甚至当我们需要通过慢词的时候 那个最长的,那个最难的部分 我也觉得她很有逻辑 所以呢,我就觉得神已经是一个很有逻辑思考能力的神 当然她是一个全知全能的人 可是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觉得 我今天突然有那种感觉就是 当然我们要用信心来学习福音 但是我觉得很多的时候 如果我们再可以多思考一点 用一点点逻辑的概念放上去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哦,神真的很有逻辑 好,这个是我今天在圣殿里面的学习 不知道这个对大家有没有帮助 可是这是我今天特别觉得一个很特别的部分 好,那在谈到今天的主题之前 就是你知道我们再来跟从我的导读里面 通常都会讲很多的东西 比方说她就会讲说 阅读旧约其实是在阅读有关毁灭的预言 对,我们很多的先知都一直在告诉她们 会毁灭,会毁灭,会毁灭 所以呢,其实我自己在上教福音经学班的孩子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他们觉得 哦,就是这写经文 有一点boring 就是因为她一直在重复同样的主题 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就是这么的邪恶 所以呢,主就经常会召唤先知来警告恶人 然后她的审判 告诉他们说那个审判会来临 会淋到他们的头上 那所以那个纳宏、哈巴谷跟西番亚的传道事工 就是很好的例子 他们用很可怕的细节来预言 尼尼维、巴比伦、甚至耶路撒冷 这些当时看似很强盛的城市呢 将来会衰落 不过有些人就会问说 可是这些事情都已经是好几千年的事了 这些预言为什么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为什么对我们来说会有价值 那那个导读商就讲说 虽然那些骄傲邪恶的城市已经毁灭了 但是骄傲跟邪恶依然存在 所以在今日呢我们有时候可能也会察觉说 我们身边都是那些古代的先知 他们一直在谴责的邪恶 甚至呢搞不好我们也在我们的心中 可以察觉到这些邪恶的踪迹 那这些就业的预言呢就都在揭示主罪 主对骄傲和邪恶的感受 主希望教导我们会远离这些罪恶 所以或许这就是我们今日也仍然在阅读这些古代预言的原因之一 那纳宏哈巴谷西班牙跟其他的人 不仅是预言毁灭的先知 也是预言拯救的先知 所以他们不仅一直在预言这些毁灭 但也在告诉我们神会拯救我们 神也一直在向他的人民讲这样的事情 好所以归向基督接受主的慈悲 你们都应当寻求耶和华 当寻求公义谦卑 这个是西凡亚说的 然后呢这项邀请冲淡的所有那些有关毁灭的描述 这个是主在古代的方式 也是他在今日的方式 他的作为与古时候一样 OK好所以神是一个不变的神 所以过去现在未来都一直一样 他在以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神 在现在就是一个什么样的神 在未来也仍旧会是这样的神 所以我们不要自己假设神会改变 不会而神所教导的原则也一定都会依旧存在 好所以我们要讲一下稍微介绍一下 纳红是谁当然他就是那个旧约里面 的先知可是他是加利利的先知 所以他记载了他的预言 那是在大概在祖前642年跟606年之间 然后红书里面呢第一章就有谈到主的第二次来临时会有大地火焚的情形 还有主的慈悲跟大能 然后第二章就说到尼尼维的毁灭 之前好像我们有讲到尼尼维本来邪恶会被毁灭 可是这是再一次他们做好了以后又再邪恶 所以呢他是遇事比较后时期会发生的事 然后第三章又继续预言尼尼维悲惨的毁灭 那再来是哈巴谷他也是旧约时候的先知 可是他是在犹大的一位先知 可能是在约亚经就是大概祖前600年的同志时期 然后他述说人们的罪恶 所以在哈巴谷书的第一章是主跟他的先知之谦的讨论 这个跟耶利米苏的第十二章 还有跟教育和圣约的第121篇其实很类似 然后哈巴谷就是因为二人似乎很昌盛 所以他就很忧心 第二章主就劝哈巴谷要有耐心 为什么呢 因为就连一人也必须要学习借着信心生活 然后第三章就记载哈巴谷承认神的公正所做的祈祷 然后再来要讲到西藩亚 他也当然也是旧约的一位先知 但是他是在约西亚时代的人 大概在祖前的639年到608年之间 然后西藩小书的第一章就有谈到一个充满愤怒和困苦的日子将要来临 第二章就劝告以色列人民要寻求正义和温顺 第三章则谈到所有的国族聚集起来 在征战的时候呢 主将第二次来临 然而主将于其中同志 好所以呢 我们会先来谈一下纳宏书 然后纳宏的使命呢 是预告尼尼维的毁灭 那因为尼尼维是一个残暴亚述帝国的首都 那亚述驱散以色列以后呢 也残暴的对待犹大国 所以呢 纳宏首先就描述了主的愤怒跟无与伦比的力量 但是他也谈论到主的慈悲和良善 所以先知纳宏在亚述帝国时期预言 当时亚述的大军已经毁灭了北国以色列 还在仕途要攻占南国犹大 所以尼尼维是当时亚述的首都 所以呢 当他在 当约纳在一百多年前 有向尼尼维的人民宣讲福音的时候 他们曾经悔改 可是到纳宏的时代呢 这个城的人民又变得很邪恶了 所以呢 我们要来看一下 神到底要教导我们圣好 好首先我们要来看一下第二节 第一章的第二节 他说耶和华是忌邪施暴的神 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 向他的敌人施暴 向他的仇敌怀怒 好这里讲到他说他是一个忌邪施暴的神 忌邪施暴的神 所以他是一个不喜欢邪恶 然后呢会施行这些也不是说暴力 他就是会让他们会受到处罚 OK 好 所以呢 他就会向他的敌人施暴 会向他的仇敌怀怒 那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 万不已有罪的无罪 好可是呢这里就讲到忌邪施暴 可是又讲到他不轻易发怒 好等一下我们会讨论这个部分 因为看起来有点两个有点不太能够协调 因为一个就是忌邪施暴 可是又说他不轻易发怒 然后大有能力 这个我们都知道 因为神是无所不知跟无所不能的 还有呢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好所以呢 再来他说他发愤怒谁能立得住 他发烈怒谁能当得起 好那第七节又说耶和华本为善 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宝藏 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 这里又说神是本为善 然后呢他是什么是人民的宝藏 然后呢他认得投靠的人 认得投靠他的人 我觉得 好所以这个是这几节 我们要讨论的一些部分 一个又讲说他不轻易发怒 可是又讲说他忌邪施暴 好那另外又说他是善的 是人民的宝藏的 所以这个就会要分成好几个部分来讨论 为什么 第一个就是他虽然不轻易发怒 因为什么 他给人们很多的机会去悔改 所以他其实已经第一次给尼尼尾 悔改了 然后现在主又给尼尼尾的人民 足够的时间悔改 可是因为他们选择不悔改 而继续沉溺在邪恶当中 所以他们就会受到神的审判 所以神就会发念 烈怒 我最近这个都念的不太好 然后神就会施行 会施暴 而且会发怒 所以这些事情不仅是以色列 其他外邦的人如果真的是做得太过分 他真的就会 就是会那个会处罚他们 好所以但是呢神又说他会祝福这些人 你看他是善的 如果这些人是善的 他是认得的 就一直我们在讲他是牧羊人 他认得他的羊 那些投靠他的人他都认得 所以呢他虽然会处罚恶人 可是呢他也会祝福一人 所以这个是整个这个部分呢 我们要讲的比较清楚的架构 而有一些领袖他们就有一些教导 可能会讲得更清楚 所以比方说在阿尔玛42章的时候 当他在教他的儿子柯林安顿的时候 他也有讲到 因为就会觉得说 神怎么可能是一个又是忌邪的神 神会处罚人 但是神又同时是一个善的神 又像他的敌人施暴 可是又说耶和华本为善 就听起来好像有一点矛盾 然后阿尔玛书我们如果从21 42章的21节开始讲的话 就讲到犯罪的时候呢 我们会有公道跟慈悲 可是似乎如果没有一些特别的事情的计划 犯罪如果是在一个没有法律的国家 犯罪公道能怎么样 慈悲又能怎么样 两者都没有办法得到这个犯罪的人 可是因为有法律 有惩罚所以公道就可以去抓人 对不对 施行惩罚 那又给悔改的教义 给悔改的机会 所以呢 人只要悔改 神就可以慈悲 所以呢 一定要有公道 但是神又有能 能慈悲 所以你可以想象啊 如果这些做坏事的人都不被惩罚 这个事实上真的没有公道 可是呢 你又说叫我们什么都不处罚 让这个人就可以被宽恕 那真的对所有的人都没有慈悲 OK 所以这个人一定要被处罚 经由某些部分表示他适当程度的悔改 所以那才可以 不然他说公道就被破坏了 神也不再是神了 所以呢 但是因为神还是神 所以慈悲要求 可以什么 可以赦免悔改的人 所以那为什么悔改很重要 那也是为什么 神有告诉他在这个世代呢 除了悔改什么都不要说 所以因为有悔改才会有慈悲 慈悲就是因为有赎罪才可以有慈悲 如果神的儿子没有过着一个完美的生活 来为我们赎罪 我们也没有办法有任何的慈悲 因为公道要求要得到我们 所以因为赎罪所以我们有复活 因为有赎罪 所以我们可以被带到神的面前 就依照律法跟公道 然后按照我们的行为接受审判 而且也因为我们有悔改 我们会得到适量的宽恕 所以呢他说看啊公道提出他一切的要求 那慈悲也要求一切属于他的 所以唯有真正悔改的人才能得救 所以不要以为公道可以剥夺慈悲 或是慈悲可以剥夺公道 我相信都不会 所以这里他讲说你以为慈悲能剥夺公道吗 我告诉你不能一点也不能 如果能神就不再是神了 所以他就告诉他的儿子说 不要再为这些事情苦恼 要苦恼的是什么 是你的罪 他说那个苦恼必能 必能使你悔改 所以也不要再否认神的公道 也不要再企图以否认神的公道 来为你的罪找借口 他说却要让神的公道 慈悲跟恒久忍耐 在你的心中有十足的影响力 让这个影响力使你能够迁移自己 悲如尘土 好所以这个是这个比较特别的部分 如果这个是在阿尔玛书的 42章21节以后你们可以看这个部分 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细细的去品味这些章节的话 我们可以了解神的公道跟慈悲 即便神需要是一个公道的神 可是他用慈悲来弥补公道的不足 所以只要我们愿意悔改 我们都可以有机会被宽恕 我们都可以有机会再回到神的家 那另外呢纳红书的第二到三章就描述了李李维的毁灭 然后这些预言谈到李李维的毁灭 就好像在末日的时候主要第二次来临的时候 恶人会毁灭的状况 所以希望我们不要在这个时候成为恶人 因为我们就会像那样被毁灭 好所以呢 再来呢我们想要讲的是那个哈巴古书 哈巴古书就是你知道 有时候我们真的不太了解为什么事情一直是这样 没有进展或是为什么事情一直都是好像 这个就是我在看那个我们不喜欢看那个台湾的有一些剧 就是三历跟那个民事 就是坏人一直一直很长的时间 如果你有400集的影片可能坏人398集都可以使坏 然后他都可以有很大的权力或力量去压迫那些好人 然后所以可能所以我很不喜欢看这样的戏 然后哈巴古他有时候也有那种类似这种的感觉 他觉得他对主的方式有点疑惑 他觉得怎么会 他因为他身在那个犹大国那个邪恶蔓延的时代 所以他一开始就向神问 就是为什么会这样 好像邪恶的势力一直都在 邪恶的势力甚至压过了正义的势力 正义的能力 那所以就是神真的是袖手旁观吗 还是一个不公正的神 所以也许在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想想是什么样的 我们等一下会来谈到这个部分 然后哈巴古其实呢 他所处的时代可能是介于以色列被支派已经失落了 还有耶路撒冷毁灭之间 就在这两个时期之间 所以他得知呢 主会利用一个邪恶的国家来毁灭犹大国的时候 他就感到很犹豫 他觉得为什么用一个邪恶的民主来毁灭他的宣命 这个也让我想到尼斐人一开始他们很中心的时候 他就很长生 可是因为后来他们不遵守的监命 他们也是被拉曼人给毁了 所以这个就是当主的人民不再信赖神 不再紧紧的抓住神的时候 这个毁灭就会来到啊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哈巴古他问了什么样的问题 那对于我们我们有这样的问题吗 那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究竟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些事情 好所以第一个部分就是第一章的一到四 应该说二到四节 他就说 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 你不应于要到几时 我因强暴哀求你 你还不拯救 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 你为何看着坚恶而不理呢 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 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 因此律法放松功力也不显明 恶人围困义人 所以功力显然颠倒 好所以这个就是那个要到几时呢 要到几时呢 好这个有没有很熟 有没有那个约瑟斯密在 家里和声乐一百二十一篇的感觉 神啊你要允许这个事情要几时 然后呢十二节他说 耶和华的神我的圣者 你不是亘古而有的吗 你不是就有了吗 我们不是必不自死吗 那你不是应该要惩治恶人吗 然后他说十三节他说 你眼目洁净不看邪屁 不看奸恶行诡诈的 你为何看着不理呢 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 你为什么静默不语呢 好你为什么不理呢 为什么不语呢 你为什么还是静默的呢 似乎你都没有做什么事情 我们的人就要被毁灭了 可是不仅是因为神叫这群人来毁灭他 而是这些人也已经恶贯满营需要被毁灭 所以从来不是因为这些恶人来惩罚的关系 从来都是因为这些主的约明自己邪恶 所以祸就来了 OK好所以这件事情是这样子 所以他又问了 他说在第二章的第一节他就说 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 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 我可以用什么话向他伸愿 所以他还在问我要对他说什么 然后他会怎么回答我 我还在想我还在等我还在看 我在等 等待等待是一直没有等到结果的时候呢 他后来神有回答他 来在第二章的二到四节 他说他对我说将这末世明明写在板上 使读的人容易读 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 快要应验并不虚谎 虽然延迟还要等待 因为必然来临不再延迟 所以他会说我有一个计划 只是这个计划你真的还需要等待 需要等待 所以我们今天可能会谈很多关于等待 等待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所以后来 哈巴古就说了 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 耶和华求你在这年间复兴你的作为 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 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 主从提曼而来 胜着从巴兰山灵道 他的荣光遮蔽诸天 赞颂充满大地 他的辉煌如日光 从他手中射出的光线 在其上藏着他的能力 好所以呢 甚至呢 我还要再讲的是 还有那个17到19节 好17到19节还讲到什么呢 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 葡萄树不结果 橄榄树也不效力 日田地不出粮食 圈中觉得羊 红脸没有牛 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 因为救我的神 因救我的神喜乐 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 又使我稳行在高处 好虽然他一直在等 一直在等 一直在等 可是最后他真的看到 虽然结果没有很好 可是他还是因神欢心 OK所以他说他因救我的神喜乐 OK我记得 你跟乌西多会长说的 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祝福而快乐而已 我们也要因为我们的处境 仍然能够高兴 所以因为他知道 虽然在这种困境当中 神是他的力量 然后他又说 他让我稳行在高处 OK我会觉得 这在讲什么 即便我们遭遇到这些困难 仍然能够让我们的灵性 仍然持续在那样的高点 不会因为不好的事情 我们就遇到挫折 然后我们就没有信心 所以也许这个是一个 我们需要耐心等待的事情 好怎么说呢 因为 有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很清楚的看见 神的作为是什么 因为我等一下要念一篇文章 我们可能就会比较清楚 然后我要先讲希伯来书的第10章的32到39节 他说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以后 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 好 我们要追念苦难呢 为什么他说 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警教众人观看 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 为什么 因为你们体恤那些被捆锁的人 而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 也甘心忍受 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 我们现在所忍受的一切是因为我们知道 将来我们会去哪里 一切都是为了永生啊 不是只为了现在而已啊 如果我们只为了现在 真的我们比所有人都更可怜 一个后期圣徒要做多少事情 要经过多少的磨难跟催病 所以他就说 所以你们不可以丢弃勇敢的心 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 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 你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 所以这里不只叫我们等 还叫我们要忍耐 OK 而因为我们做完 我们该做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会得到神的应许 祝福的祝福 好所以呢 所以呢 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 那要来的就来 并不迟言 那只是一人必因信而生 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 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个人 乃是有信心 以致灵魂得救的人 所以呢 不管什么样的情况 让我们都不会退后 让我们都继续往前走 就好像那个 那个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 讲到什么 信心是什么 所望之事之实底 跟未见之事的确据 所以呢 古人在这个信上 因为有信心 他们得了美好的证据 古人有古人的信心 可是我们也有我们的第三节 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 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所造的 然后亚伯因为他的信 所以他献祭就献了给神比 该隐所献得更美 所以他就得了称义的见证 那以诺他的信是什么 他的信就是因为他信了 所以他被接到天上去 不至于死亡 人们也找不到他 然后所以他就讲到 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场次 那寻求他的 所以因为我们相信 然后我们就到神面前 然后呢 因为我们相信 所以神就场次我们 因为我们寻求他 那罗威亚 的信是什么 他的信就让他准备了一个方舟 让他全家都得救 那亚伯亚信什么 亚伯亚因为信 所以他就离开他的家乡 要到那个神给他的应许地 然后因为就一样 他也妻子在很年老的时候生了 然后呢 因为甚至过了怀孕的年纪 都还可以怀孕 然后呢 也因为信 所以他在被要求献上 他自己的儿子的时候 他也献上 但是神也没有要求他真的 就是将他的儿子献祭 然后以撒呢 也因为信就将将来的事情呢 然后给雅各跟以少祝福 那雅各因为信呢 他临死的时候就给约瑟德 所以他讲到很多这些相信的例子 讲到摩西 讲到很多 还有讲到这些因为信 所以可以过红海 以色列人过红海 然后因为信绕了耶利哥城 七日 然后那个城墙就倒塌了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 也许我们可以翻这一张 去看看当时这些人的信心 去看到当时这些有信心的例子 可以帮助我们 那虽然我们可能也会像 约瑟斯米一样问说 神啊你在哪里 遮盖你藏身处的天幕在哪里 你的手要静止到几时 你的眼 你纯洁的眼 要从永恒的诸天 看你的人名 和你仆人受冤屈到几时 你的耳朵要在他们的哭喊 贯穿到几时 主啊他们要忍受这些冤屈和非法压迫到几时 你的心才会对他们软化 你的心肠才会被感动而怜悯他们 主全能的神啊 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造物 造物主和魔鬼 即魔鬼和 即魔鬼和阴间黑暗 与陷入黑暗的领域的控制者和支配者 伸出你的手来 让你的眼看穿 让你的天幕升起 让你的长生处不再被遮盖 让你的耳朵启听 让你的心软化 你的心肠被感动而怜悯我们 让你的愤怒向我们的敌人燃起 并在你的心里深怒下 用你的用您的剑 为我们所受的冤屈复仇 我们的神啊 记得您受苦的圣徒 您的仆人会永远因您的名而欢乐 是不是 也是 耶稣这边也有同样的哀求 当他一直遭受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也觉得到底要忍受到什么时候 所以那个2011年10月 罗巴哈尔斯长老 他在等候主愿灵的旨意得逞 的这篇演讲里面 讲到很多关于我们怎么样的 该怎么的 然后呢 他就讲到 其实这个时期他已经 身体已经不太好了 如果我记得那个时候他已经 有一点身体的尾样 或在这期间之前或之后 他都已经需要做着演讲 所以他就说我有机会研究 永远归于您 所以从那个时候到今日他都选择 他就用选择权来接受并执行天赋的计划 所以金文就教导我们他们 他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以他父的事为念 然后在等候主择权前 他做的要做事工的时刻来临 所以在他30岁的时候呢 他遭受到严峻的试探 但是他选择抗拒 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 在科西玛尼园 他信任他的父说 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 只要成就您的意思 接着他选择问我们的最受苦 在公开审讯的羞辱和被钉十字架的痛苦之后 他等候他的父 愿意问我们的过犯受害 问我们的罪孽压伤 但是他也喊出我的神 我的神为什么离奇我 他仍旧等候天父 选择宽恕他的敌人 确保他的母亲友人照料 并持守到底 直到生命结束完成他的程序使命为止 那看起来就连神的儿子 神的先知 还有很多中性的圣徒 即使他们很努力的奉行父的旨意 可是仍然还有很多的试炼跟苦难 为什么他们的命特别的多顺呢 就是有这么多的波折 比方说约瑟斯密小时候 他其实为疾病所苦 然后他的一生都遭到破坏 所以他就像我们刚才念到的 问说神啊你在哪里 可是即使在那个看似很孤单的时候 他能选他人选择等候主按照天父的旨意去做 那我们先居者被赶出纳府穿越大平原 他们就是运用选择 他们的选择权来追随先知 不顾他们的疾病 不顾他们的贫乏甚至死亡 那为什么他们会遭受这样残酷的考验 这些考验有什么目的 很简单 淬炼 还有即便他们只是 他们是牺牲的 可是这个反而是确保他们的永生 所以城市的 生命的目的是要透过亲身体验而成长 发展并变得更坚强 那怎么样可以做到这一点 他说经文给我们很简单的一个答案 他说我们要等候主 好 所以到底等候主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在经文里面等候 这个词是指希望 期待跟信赖 他说要对主有希望 信赖他 就需要信心 耐心 谦逊 温顺和很久忍耐 以及遵守诫命跟持守到底 所以他说等候主指的是什么 要种下信心的种子 然后凭着努力和耐心加以培植 等候主呢表示会像救主一样 向父神祈求 愿您的国降临 愿您的旨意成全 所以我们要用整个灵魂 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做这样的祈祷 他说等候主就是在心中思考 并接受圣灵 让我们知道当死所有当做的事 我们若跟从圣灵的提示就会发现 患难生忍耐 并学习到如何继续忍耐 直到我们成为完全 好 我想要再把这一段话再念一次 他说我们若跟从圣灵的指示 就会发现患难生忍耐 并且学习到继续忍耐 直到我们成为完全 那等候主就是用坚定 用信心努力前进 并怀着完全光明的希望 那等候主就是依赖基督的功劳 用他的恩典协助我们 然后说主啊 成就您的意思 不要成就我们的 他说我们若等候主 主就会稳固不已 遵守神的诫命 知道有一天我们会脱离一切的苦难 我们不可丢弃我们勇敢的心 要相信我们所受的一切苦难 必共同效力 叫我们得益处 他说苦难会以各样的形式来到 然后他说从越破的经历 我们就可以看到 会是什么样的呢 失去他的土地 房屋 深处 这表示他的财产 然后他的家人 他的名声 他的健康 甚至在心理上也遭受打击 可是约伯做了什么 他仍然继续等候主 并做了有力的个人见证 他说 我知道我的救主活着 末了必站在地上 我这皮肉灭绝之后 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 然后他还说 他虽杀我 我也必起来他 他说即使约伯 众先知跟救主 都我们树立了绝佳的榜样 我们还是会觉得 等候主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尤其当我们无法全然理解 他对我们的计划跟目的的时候 这个真的等起来很难 就好像我们不知道 我们到底要等多久的时候 我们会比较焦虑 就像我们不知道 我们到底等待的目的 为何的时候 我们真的会很难 所以呢 这种理解力往往是以律上加律 令上加灵的方式给予的 所以他说 我从自己的生活当中学习 有时候我的祈祷没有得到回答 为什么 他说是因为主知道 我还没有准备好 我们可能不知道 主的答复会在何时 以何种方式来到 但是我见证他的答复 一定会按照他的时间 他的方式来到 有些答案可能会等到来生 就好像教长祝福里面 应许的一些祝福 或是家人可以得到的一些祝福 他说让我们不要放弃等候主 他的祝福是永恒的 不是短暂的 然后他也讲到说 等候主让我们有珍贵的机会发现 其实是很多人在等待我们的 比方说我 如果他有孩子的人 孩子正在等待 身为父母的 对他们展现耐心 爱心跟了解 或是我们的父母也在等待 我们对他们表现出感恩和耐心 然后我们的弟兄姐妹 在等待我们的包容 慈悲和宽恕 或是我们的配偶 在等待我们像救主般爱他们 甚至他说我们 我们在忍受身体的痛苦的时候 就更容易察觉有多少人在等候我们 对所有的玛利亚 玛大根 施助病人 援助软弱 照顾身心障碍者的好撒玛利亚人 我都感受到慈悲天父和他爱子的感激之情 他说你们每天像基督般施助时 就是在等候主 就是在按照天父的旨意行 然后神给我们的宝藏十分清楚 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你既坐在我这弟兄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坐在我身上 他知道你的牺牲和忧伤 他听到你的祈祷 只要你继续忠信的 后他必得到他的平安与安息 所以他说主对我们的爱远超过我们的理解和想象 因此让我们对彼此更加仁慈 对自己更加仁慈 让我们记住我们若等候主 就能借着他的赎罪成为圣徒 会温顺 谦顺 谦卑 有耐心 充满爱心 因为顺从主认为 适合家住于我们的一切 就好像小孩顺从他的父亲一样 说舅主在克西玛尼园 就是这样顺从他的父 他恳求门徒们和我一同警醒 但他三次回去找他们时 都发现他们睡着了 说没有这些门徒的陪伴 最后他的父也离开身边 但是舅主选择承受我们的各种痛苦折磨试探 因为天使被拆来增强他的力量 他毫不退缩的喝下那苦杯 他等候他的父 说到愿您的旨意成全 然后谦卑的独自踹踏酒扎 如今身为他在此后继时代的使徒 我祈求我们会得到力量 终生与他一同警醒 并等待他 好所以呢 有时候真的需要等待 一个使徒教导我们要等待 有时候使徒教导我们要等待 神一直告诉我们 我们有时候真的需要等待 我们需要等我们的信心足够 我们需要等我们被可以培养那个神 让我们培养的那样的品格 我们需要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 才能够学习到我们该学习的事情 所以让我们一起耐心的等待 好所以呢 另外呢 杰弗雷后人长也讲到 就是信心就是相信主的智慧 怜悯和时间的安排 他就讲到说 到底要等多久才能脱离我们所面临的困境 当我们在个人考验中努力持守 等了又等 但援助似乎很慢才来到该如何是好 他说当重担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 为何又迟迟得不到解救 但无论是全球的重大议题 或是私人的小问题 在人生的过程中 有时即使我们在灵性上尽最大的努力和决心 仍无法如愿获得我们在祈祷中热烈祈求的胜利 因此在我们一起努力 并等待祈祷答复的同时 我要给各位来自使徒的应许 我应许神必垂听你们祈祷 你们祈祷必蒙答复 其实可能不是以我们希望的时间和方式 但是全知全能 永恒慈悲的天父必定会按照他的时间和方式回答这些祈祷 他说信心是指无论在顺境或逆境都要信赖神 即使必须忍受一些痛苦才能看见他向我们伸出援手 也要继续信赖他 这个是他在2020年10月的等候主的这篇演讲面讲到的 所以让我们用主的时间表用主的方法来看我们所要期待的一切 所以不是我是诸的时间 是诸的方法 所以希望我们可以学习这个部分 希望我们真的有一天也可以顺服的告诉天父说天父愿你的旨意得成 好最后呢我想要讲一下那个西班牙书 所以呢这里呢要再告诉他们这些很邪恶的人 就要被毁灭了 犹大人的邪恶让他们被巴比伦 被巴比伦人完全毁灭 所以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 那西班牙也说所剩下的人将要被保全 所以神会保全的人到底有什么样的特质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事情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章的四到六节 他说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 也必从这地减除所剩下的巴黎 好然后并基马林的明和祭司 与那些在房屋顶上敬拜天上万象的并那些敬拜 耶和华指的他启示又指着马勒堪启示的 与那些转去不跟从耶和华的 和不寻求耶和华也不访问他的 好所以呢这些就是不信神的人就要被惩罚了 好要被处罚 好所以这些甚至不是只有不信神的人 犯网那些外邦人也是 好然后呢在十二节他说那时我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 我必惩罚那些如酒在渣仔上澄清的 他们心里说耶和华不降福也不降祸 所以那些人觉得啊神不会惩罚我 哎呀等着等着很快就来了 好再来呢在第二章的八到十节 所以我听见摩押人的毁谤跟亚门人的辱骂 就是毁谤我的百姓自夸自大侵略他们的境地 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 我指的我的永生启示 摩押必向所都马 亚门人必向厄摩拉 都必都变成赤草严坑永远荒废之地 我百姓所胜的必掳掠他 我国中所胜于的必折到他们的地 好为什么是因为他们的骄傲 好这些人呢就想说哎呀 有一个部分可能想说 你看那以色列的神不祝福他们了 你看那个神可能都没有用了 所以来哦 然后对以色列的处境完全没有什么怜悯 然后还在辱骂 于是呢而且毁谤他的百姓这些人 这些外邦人呢自华自大 好虽然在讲外邦人 可是我们自己也要想想我们有没有 也有这样子的个性 好再来呢 再来我们要看一下第三章的一到四节 所以他不这些悖逆污秽压的成有惑了 他不听从命令 不领受训悔 不倚靠耶和华 不亲近他的神 他中间的首领是咆哮的狮子 他的审判官是晚上的财狼 一点食物也不留到早晨 他的先知是虚服诡诈的人 他的祭司亵渎圣所强解律法 所以这些不信神的人 污秽压背逆污秽压背逆 好不听从神 不接受不接受教诲 好可以继续做继续做 我们都觉得好所以呢 会发生什么事 就毁灭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啦 所以第二章的一到三节说 他说呢 不知羞耻的国民啊 你们应当聚集 趁命没有 命令没有发出 日子过去如风前的康 耶和的烈怒 未临到你们 他发怒的日子未到以前 你们应当聚集前来 事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啊 你们都应当寻求耶和华 当寻求公义谦卑 或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隐藏起来 所以虽然神一直告诉他会惩罚 但是他说 赶快如果你们愿意寻求主 如果你们愿意谦卑 如果你们愿意改变这些事情 可以不需要发生的 就像尼尼尾前一次 那个 那个叫谁 突然想不出来 那个贤子叫什么 约拿去警告他们的时候 他们悔改了 所以他们就被饶恕了 好 然后呢 再来他就讲说 我却要在你们中间留下困苦 贫寒的名 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 以色列所圣的人 必不做罪孽 不说谎言 心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 而且吃喝糖 我无人尽上 所以当他们改变的时候 这些人投靠了神 他们投靠了神 他们改变了 他们悔改了 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啊 我们何必让毁灭临到我们身上 好 所以呢 最后呢 他就说 西安的名啊 应当歌唱 以色列啊 应当欢呼 耶路撒冷的名啊 应当满心欢喜快乐 耶和华已除去了你的刑罚 赶出了 赶出你的仇敌 以色列的王 耶和华在你们中间 你必不再惧怕灾祸 当那日必有话 向耶路撒冷说 不要惧怕 西安娜不要手软 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 大有能力的主 他在你中间 必因你欢欣喜乐 默默爱你 且因你喜乐而欢呼 那些属于你 为无大会酬烦 因你担当羞辱的 万民中有名神得称赞 这是耶和华说的 所以呢 会回归 回归 回归哪里 会回回归到他们原来的祭地 会 会什么 等一下 会回归 然后呢 会聚集 这就是主在二次来临间 他会聚集这些所有的玄冰 这些可以感受他的爱的人 感受到他的爱的人就会欢喜 就会快乐 但是如果我们离神太远 我们都不愿意听 这些欢喜的跟快乐 都不会接近我们 因为我们感觉不到 我们就一直在追求这些属事的 所以我们真的可以因神而欢喜快乐 即便我们处在不好的境地也一样 所以呢 真的主希望我们准备好 能够迎接他的重返大地 所以哪一些人才是准备好的人呢 那个前总会会长迪特乌 前总会会长团迪特乌西多会长 他就说了 他说我们是后期时代的圣徒 我们名字本身的意涵 就是承诺我们会盼望救主再度来临 所以努力准备自己和世人迎接他 因此让我们侍奉神 爱我们的同胞 让我们怀着自然的信心 怀着谦卑这样走 绝不要看不起别的宗教 不要看不起其他的团体 弟兄姐妹我们有责任研读神的话语 并留意灵的声音 这样我们就能知道时代的各种征兆和人子来临的各种征兆 不要老想着我们挑战的难度 如果把焦点 放在神无限伟大良善和无比的大能上 信赖他 并以欢乐的心为耶稣基督再次来临做准备 那不是更好吗 就是他在2017年4月爱稷完全就把惧胖除去的这篇演讲里面讲到的 那最后呢我要以这段话来做一下结尾 他说这是书上我研读的那个福音技术班的课本 他讲说要有耐心有时候呢我们希望马上能够获得问题的答案 但属灵的洞察力需要时间且无法被强迫而来 就如主告诉哈巴谷说的他说要还要等候 因为必然临到 然后呢耶和华你的神是大有能力的主 他在你中间 所以呢真的要有耐心就是准备不断的准备不断的学习 让我们继续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让我们继续保有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继续做我们所应该做的一切 并等待主的来临 好所以在这一次的邀请当中 我们要邀请大家要做的就是在苦难中 或是在挑战中 或是在挑战中 挑战中 挑战中 要更有耐心 更有信心 更有耐心 更有耐心 我们的神 他必须惩罚我们的罪 但是他也让基督为我们赎罪 只要我们悔改 就能够慈悲的宽恕我们 然后呢 我们不知道神的作为什么是会来到 但是让我们耐心的等待他的时间 等待他的方式来向我们显明这一切 然后呢 还有就是 不信神的人会有惩罚 但是神并不希望惩罚我们 所以只要我们愿意寻求主 谦卑 愿意回归 愿意一起来聚集 我们一定可以感受他的爱 只要我们投靠主 我们一定会欢喜快乐 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考验中 在挑战中继续保有信心 但是最希望的是 由于我们的耐心 由于我们的信心 我们就可以在这一切当中 仍然喜乐 仍然快乐 那这个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我这样说 封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是林姐妹 感谢能够有机会陪伴大家 一直在研读 来跟从我里面的教导 那也感谢您一路的支持 特别要再次的邀请您 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不错 可以在看完影片以后按赞 然后也可以订阅这个影片 甚至可以把这个影片分享给其他的人 那另外也要邀请您呢 就是在有广告的时候呢 让这个广告多转动五秒钟 甚至十秒钟 甚至更长 因为这可以给林姐妹一点点微博的收入 那谢谢你们的支持 也愿神祝福你们的生活 一切能够得到他的祝福 能够在生活当中顺利平安 甚至在挑战中得到神的力量 那这个就是我想要分享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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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